有没有人出门是懒得打扮 但是又不想太丑 我发现了几个很适合懒人 用来精致的东西 在很懒或者很着急的时候 所有的彩妆都是用不到的 所以用一个可以自然提气色的 素颜霜打底 既成事又看上去 不会有蓬头勾面的没精神 这个你能想象到是涂了素颜霜的吗 就是很轻透 一点都不会假白 质地就是绵绵的一抹就化开了 完全不会有搓泥的现象 随便抹一抹就能盖它到一个好皮肤 它不会有粉底的厚重感 但是像我脸上的毛孔小暗沉什么的 都是能照顾到的 这种养肤型的素颜霜 不仅能让皮肤变得匀 夏天也不会容易闷闭口什么的 用起来是真的很安心了 脖子这里也别落下 它吸收之后就成膜了 完全不用担心沾到衣领 然后是这个 出门之前洗澡肯定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很多懒蛋姐妹们 不爱涂身体乳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喷雾身体乳 前天后后喷那么几下就可以了 是属于很清爽的那种 夏天还真的挺合适的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好看的发型 就是戴鸭舌帽也不会像假小子一样 就把头发从太阳穴这里分开 然后先扎起来再戴上鸭舌帽 把扎起来的这一撮穿过帽子 然后把刚才扎好的这一撮皮筋解开 头发就这样对折再对折 重新扎好就可以了 再调整调整就搞定了 这个发型最好是把头发卷一下 效果会更好看一些